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在上一节目中我们提到 习近平连续两天召开政治局会议 要求学习他的思想 与他保持高度一致 这件事说明呢 中共内部有人鄙视习思想 党内有人没有与习保持高度一致 而问题很可能就出在经济政策上 毕竟在中共党内还是有人懂经济的 这些人被一个不懂经济的土包子领导 内心怎么可能没有想法呢 可习近平就是要一意孤行 这是由他执拗的性格所决定的 法兰克福汇报 以摇晃不定的中国为题 刊发驻华记者撰写的评论指出 造成中国经济疲软的因素 并不限于经济层面 很大程度上 也是中国政界有意为之 也就是说 中国经济目前这个雄样 很可能是以习为首的领导层 故意造成的 好 那这一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详细的内容 之前有些朋友留言认为 我最近一段时间过于注重经济问题了 确实是这样 最近这一年呢 我们的节目一直紧盯着中国的经济危机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政经不分家 谈中国的政治问题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经济 基本上就是异想天开 闭门造车 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 决定着政治命运 无论独裁还是民主或者是威权 经济的好坏 决定着一个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 一个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 反过来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权安危 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 都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才揭竿而起的 王侯将相拧有种乎 反正横竖一死 凭上老命赌一次 总比活活饿死强啊 最终有些农民起义 以失败告终 有些在成功的推翻了王朝的统治 当然历史已经成为过去 那咱们再说说现在的阿根廷 那不也是因为民众的生活困苦 所以才选上了一个狂人总统吗 归根结底 还是阿根廷选民对现状不满 想要通过手中的选票 改变悲催的命运 至于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 现在还不好说 我们把视线再拉回中国问题 只有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才能够准确的判断 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 很多人可能认为啊 这外部环境更重要 比如说啊 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压制 那这里不得不诚实的告诉朋友们 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客 会真的为了所谓的正义民主人权 冒险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撕破脸 那等于把他们本国民众 拉进万劫不复的边缘 政客们一个个都是人精 怎么可能赌上自己的前途命运 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国家去冒险呢 所以这么多年来 国际上民主人权的口号 喊得震天响 可一到了关键问题上就出现了绥靖 美国口口声声保护台湾 但对中共的军机绕台却毫无作为 在佩洛西访台以后 中共疯狂的围台军演 这让外界看到了 只要中共长期围而不打 都能让台湾陷入巨大的能源危机 而中共如果有一天真的入侵台湾的话 乌克兰就是目前最好的参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非常清楚 只能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制裁俄罗斯 却无法给其致命一击 因为这很可能造成同归于尽的结果 为了一个乌克兰根本就不值得 所以俄乌战争打到今天 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 敢于跟俄罗斯正面硬刚的 最多还是维持着斗而不破的局面 所以中华民国台湾 必须自己变得更强大 必须有能力在中共入侵的时候 让其付出致命的代价 只有拥有这种强大的国防实力 才能长久的维持现状 那说了这么多就想告诉朋友们 除非未来大部分中国人觉醒 否则不用指望西方国家的政客 他们背地里没有跟中共苟合 就已经算好的了 政客们最多也就是喊喊口号 制约一下中共而已 让中共崩溃最可能的原因 很可能是内部的经济问题 这也是我个人一直关注经济问题的原因 而总加速式的愚蠢 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我们来看法兰克福汇报 驻华记者的报道 对于习近平而言 经济增长以及消费 不再是优先的导向 他厌恶于富力奢华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再次学会少花钱 在习近平眼中 社会福利体系会催生懒惰 因此 普通民众没有太多钱用于消费 许多地方的餐馆 商店住房都空空荡荡 习近平确实不喜欢社会福利 甚至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 如洪水猛兽 在2021年11月16日 中共人民网转发 北京日报的文章就提到 习近平在2021年的 第20期求是 发表的题为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文章中指出 曾经的社会福利主义典范国家 中产阶级塌陷 贫富分化 社会撕裂 民粹主义泛滥 凡此种种 无不警觉 警醒全党上下 正确理解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防止落入社会福利 养懒汉的陷阱 根据自由压州的报道 也就是隔年2022年的5月15日 求是再次发表习近平的文章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总加速师再次在文章中阐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当年一些拉美国家搞民粹主义 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 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复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长期不能自拔 中国坚持不掉高胃口 不空头许诺 正当中国经济陷入危机 国内舆论纷纷要求政府救助底层民众之际 习近平却宣称 不要期望中国搞高福利了 政府只会量力而为 但问题是 中国人交着世界上最高的税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福利 中国现在不是高福利的问题 而是有没有有多少福利的问题 不是说高福利就一定好 任何事情它都有利和弊 关键看怎样在利弊之间取得一个动态的平衡 中国人面对的问题是福利太少 而福利恰恰决定着民众的消费水平 消费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共政府把民众大部分收入都抢劫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 每天都在交税 那究竟一天交多少税呢 一篇TV99%的中国人 不知道自己一天要交多少税的博客文章 就说 多年来 中国老百姓每天从早到晚使用的每一样东西 都含着重税负 服装和日用品方面 在中国一件衣服中包含营业税增值税 教育附加费社保 占零售价的27% 化妆品中的增值税 消费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占零售价的50% 如果中国购买进口化妆品 其中包括50%的关税 30%的消费税和17%的增值税 国际上对药品一般免征或少征增值税 但在中国对药品征收最高级别的17%的增值税 进口药品加收3%到6%的关税 出行交通方面 在中国购买一辆汽车 内含购置税 消费税 增值税 营业税 车船税 共占零售价的40% 食品和住房方面 以老百姓在餐馆里点菜为例 如果点一盘有猪肉的菜 价钱里就要含30%的税费 因为养猪的农民要征收15种税费 餐馆还要缴纳营业税所得税教育附加费 员工无险一金等等等等 房地产方面 中共这个税费的名目就更多了 中国人买一套房子的花费中 包括12种税加上56种费 占房价的70% 要知道这里的除了税还有费 比如说涂液出二金 人房费 消防费 配套费 规划费 规划定届费 复合费 评价费 房累检验费 开口费 治安费 印花税 增值税 成建税 教育建设 附加税 营业税 所得税等等等等 税收和福利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 应该保持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说高税收就应该意味着高福利 否则呢 老百姓就有权利向有关方面发出这样的疑问 我们的钱你们都收去干什么了 而总加速师只看到了西方国家的高福利 却看不到中国人交了多少税 那么总加速师到底是蠢还是坏呢 难道他不知道中国人的税负有多重吗 如果他知道 说明他是真坏 片面强调高福利的缺点 忽略税收与福利的关系 那如果是总加速师不知道 就说明他蠢 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竟然不知道税收收入与福利支出的关系 不知道自己的国民这个税负有多重 大言不惭的片面批评高福利杨懒汉 这种人他不是一般的蠢了 已经蠢到了极致 法兰克福汇报也写道 习近平如今更关注的是与美国这样的大国较量 为了对抗华盛顿所谓的抑制政策 他想要确保中国的供应链安全 习近平希望中国尽可能的独立于全球化产业链 并且在国内重建一套自主的产业链 为了这样的目标 他加大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力度 强化盈利能力 不那么强的国有企业 并尝试引导企业 往他所设想的战略方向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既无知又无能的大国领导人 似乎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这么指方向啊 下大旗啊 指点江山呢 对于现实中 这个中国人的死活根本就不关心 中共国家发改委 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 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 2023年12月26日 共同发布 中国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21 数据就指出 中国有39.1%的人口 月收入低于1000元 换算上人口数就是5.47亿人 月收入在1000到1090元的人口 数为5250万人 月收入1090元以下的总人口为6亿人 占全国人口比重的42.85% 若以1090到2000元作为中低收入者的标准 则该群体人口达到了3.64亿 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人数达到9.64亿 这就是总加速师口中的小康社会 对于中国人的痛苦 他摄氏不见 还围绕着自己的目标 批评现有的经济体系 不足以服务他所认为的实体经济 在他眼里啊 这实体经济就是制造业 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 他想要的是汽车 造船 电脑芯片 而房产公司互联网企业一度蓬勃发展的金融业 则不包括在内 尽管后者近年来为中国经营增长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央央大国在这么个蠢货的领导下 实属悲哀至极啊 文章说 面对经济疲软 北京的决策者没有做出更强烈的应对措施 这其实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为了与美国开展地缘政治较量 习近平不惜给本国经济套上缰绳 与此同时 中国当局也在扩大对自己民众的监控 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时期 更是要为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准备好充足的应对手段 总加速是为了实现自己愚蠢的目标 把所有中国人带上了不归路 有媒体就提出这样的疑问 中国经济爬坡过坎 路在何方呢 2024一千多万毕业生如何就业 下一个风口在哪 工资会断崖式下跌吗 美国彭博社周四的报道就说 中国房市营建活动的低迷态势 将在2024年继续拖累经济增长 并表明政府稳定房地产业的努力 还不足以扭转低迷 这是高盛集团 摩根士丹利和瑞银集团等 十家投行和券商的一致看法 高盛也因为预期中国疫情后经济反弹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今年年初 高盛和其他一些华尔街大行 都将2023年的光明前景寄希望于中国的经济复苏 包括King Law在内的策略师预测中国股市将上升15% 当时的预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反弹 将带动全球新兴市场迎来辉煌的一年 结果是今年起今中国股市下跌超过15% 而许多新型市场表现的还不错 这就是不了解中共国政治 不了解总加速是习近平付出的惨痛代价 所以我个人一直反复强调政经不分家嘛 不了解政治环境盲目看好经济 带来的结果就是赔个底朝天 不了解经济状况盲目看好一个国家的政治前景 也一定会大失所望 这就是我个人格外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 好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